欢迎来到Yuta,这个股门是他们的标志啊 这个库,这个搭配我喜欢 牧马人可以去任何地方,小水滴拖起来也没有负担 Yuta州和科罗拉多立刻很不一样 这个地方已经没有白杨树了 现在我们要去火星 这条路比较难走,在一些巨石之间呢 到了就是这儿 这座地貌,英文叫Bentonite Hill 有人说它类似火星表面 还因为附近正好有个火星空间研究站 所以我们就干脆管它叫火星山 又一次来到这个叫Bentonite Hill 酷似火星表面的一个地表啊 这个地方现在也越来越出名了 今天碰到好几拨人 热呀,昨天科罗拉都还零度 今天这儿三十度 哈哈哈哈 可是小鹿同学 还得坚持不懈地在那放无人机 往后看,看见了没有 很远处啊 来了一位外国大妈 不仅就七十多岁了 老人家真厉害 徒手啊,一定要爬到最上面去 这俩大姐 这俩大姐 手脚并用啊 还是看看上帝的视角吧 在哪儿 voices 我们住的这个小镇叫Hanksville 其实就是个小村 没几户人家 但它是一个交通枢纽 附近又有这么几处很奇特的景观 所以名声大噪 它有两个汽车旅馆 总是爆满 这个酒店好像很新 包括里面的卫生间设备 还都是我这次外出以来 做所有酒店最漂亮的一个 这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小超市 其实就是个小杂货店 本想买点吃的补充补充 但它没有蔬菜 没有水果 没有新鲜的肉类这些东西 就是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 其他的要20公里以外啊 侧面这个光打过来是很漂亮的 棱角非常鲜明 往左近一点啊 这个角度 侧面看看 再来个极简风格 玩什么的都有啊 从我们头顶飞过 还跟我们招手之意 这五个起门在黑山 通常在沙漠玩越野的 冲上冲下的那帮家伙 过瘾的在这 说着说着 来了 这种小车开起来 也不喜欢特殊驾照 足一辆就可以玩 但是确实很爽 是一种特殊的体验 离开工厂山 我们去月亮湾 哦 这网上这个车厉害 厉害 来到月亮湾 来一次震撼一次 这地表太厉害了 看看这下边 确实太神奇了 别上去 咱不做冒险的事 这已经很吓人了 月球表面是不是就这样 那块石头 是有非常勇敢的人才能过去 这红衣服这个姑娘和她老公刚才 犹豫了问题没改下去 这姑娘决定要试一试 这需要勇气啊 上去了 真棒 你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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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又跟上了 总是要有人带个头 OK 回来吧 回来了 又来一个小伙子也要上 年轻人呐 就往前看 别往两边看 最难的就是爬这个石头了 哎呀 这小伙子太勇敢了 还要摆pose 还要自拍 哈哈 我有恐高 肯定不行 小伙子看着别人上 心里直痒痒 让我给打住了 咱不冒险 在距离Hanksville 在距离Hanksville 30分钟的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 叫Lowdown Silver 英文不太好翻译 后来我们干脆管它叫狼洞 看见后边的这个狼洞了吗 又来了 好叫 风好大呀 差点把帽子吹跑 他的标志就是这个拔地而起的岩石 实在是太壮观了 小鹿同学开拍 在这儿跟我们一起拍狼洞呢 还碰到了一个奢侈组 这是个商业摄影啊 他们在拍一个什么电视片 他们设备牛 包括这些大型的无人机 大家伙 也是DJI So they are professional What machine is that? 起飞 哈哈家伙 扛这个哈苏在上面啊 这个厉害 不但画质好 而且它非常灵活 这个应该是那种大型的穿越机 有谁知道什么型号吗 反正便宜不了 你看它非常灵活速度非常快 五面拍差不多了 撤 后边就是这个山洞酒店 哈哈 买这个咖啡 哎哟 小鹿 万丈光芒啊 哈哈 尤塔州是厉害 随便马路边上 这都是景点 哈哈 高比尼 Valley 第五 魔鬼谷 还没进去呢 但是发现 这个景不错 哎 上次我们来怎么没注意啊 这得放小飞机飞一下 鼠机来拍一张 这个山的造型真不错 尤其是上面那个薄薄的那个高高的墙 这个位置 一张 地狱谷 地狱谷 或者叫魔鬼谷 或者叫小矮儿谷 whatever 好 我们到谷里边走一走啊 看个时候 全是这些东西啊 这个公园 战地很大 它一共分了三个园区 要真认真玩起来 跟我去玩一天的 这个公园属于州立公园 不是国家公园 所以我们国家公园 那个门票是无效的 在这儿 15块钱一个车 我们给无人机做了一个起飞降落的平台 还真不错 但是看清楚 要申请一个许可到门口 还花15块钱买个许可 今天晚上继续涮火锅 用鸡架做的汤 鸡汤火锅 这边有各种蔬菜 这边还有鸡肉 哈哈 继续背上 穿过盐湖城 下一个目标 大提顿国家公园 本期就在这儿 谢谢大家 别忘了关注 点赞 转发